大伙儿正在进行社区墙面的彩绘作业 江东向温丰社区近年来在据点活动及服务上皆有优质成果 成为各县市许多据点的借进场所 但由于社区在巷内使得参访者每次到温丰 总不知如何进到社区来 因此协会发起彩绘墙面活动 以鱼儿带路为主题 让游客及参访者可以跟着鱼群进到社区来 社区在这几年在做社会服务这个区块 是做的小有名气 因此有很多外县市的单位过来参观 或者是说我们附近的乡镇都会有人来参观 我们做扰人服务这个区块 可是当他们来到这里 要去找我们活动地点的时候不好找 因为我们的活动地点就在这条巷子进去 所以我就一直想说我要怎么样去吸引 或者是说把目标放大一点 让他们来找的时候比较好找 话上属于温丰的印象 不少参与志工皆表示欣喜 不仅能美化家乡 还能让更多人认识不一样的温丰村 透过我们这样画人家就知道我们温红社区 我们这边也有都是养鱼嘛 然后有龙胆石斑 有石斑鱼 还有蛙虞 还有蝶鱼 一般平常画的鱼都是些卡通 但是这种用缠绕画来表现的方式还是很少见 尤其在我们这个温村里面 我觉得这是一个创举 而且让我们的环境更美化更漂亮更吸引人 还不错啊 我用彩绘的方式把游客吸引 或是说把要来参访的人吸引到我的一个活动的地点 所以我才会后来想了这个主题鱼儿带入 鱼是我们这边养殖区我们最重要的产业嘛 那我借由我的鱼慢慢的把他们带进我们的活动中心里面 就是我们活动地点 期盼借由彩绘鱼群把游客带进社区来 不仅能透过壁画看见在地之美 也能了解产业特色 让温丰之美更被看见 屏东新闻不一听张志豪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